昨天晚上睡的雅干服务区 今天继续走G7 中午到俄纪纳 下午走航天路到九泉 今天给朋友们来一个长一点的 分享一下旅行中的日常 沙漠来了 我期待的沙漠公路 太帅了 明白了 看来修这条路的时候 就沿着沙漠的边缘修的嘛 也可以 阻止 沙漠的扩张 其实沙漠这种地貌还挺科幻的 讲点音乐 他们应该来个大活 349还可以 稍点半了 把车停在了路边 吃顾午饭 主要也是为了看看风景 一望无际的隔壁 好累 酒泉故事 羊包冷 还不错 虽然下雪了 但是这不是很冷 估计也就 延下几度 上车 找一个停车的地方 起床 昨天晚上把车停在了 酒泉当地特色早餐小吃的门口 昨天酒泉下雪了 还是大阴天 一会儿去吃早餐 就在那个街的石头路口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挺好玩的事 但是忘记拍素材了 整个车顶都是白的 出发去吃酒泉的当地特色早餐 胡锅 这个是车上第一次有雪 我这个是合法停车位 宋记胡锅总店 谢谢 吃完了 吃我一脑门子汗 还行 它主要是三种东西在里面 小麻花 面筋 还有类似于粉条的东西 然后它是这个 胡椒味的 就跟胡辣汤差不多 粘稠状的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刚才那三种 现在回车里开车去敦煌 刚才导航查了一下 连货高速没有风路 大概四个多小时可以到 你看像这种城市里啊 你就不好意思往地下放灰水 所以我刚才洗脸 喝洗头发的水呢 呃 都放在了盆子里 我现在进去把它拿出来倒掉 昨天晚上挺好 这个酒吧的老板敲我的车门 然后呢 说有没有可能聊几句 请我喝了 哎 这是 啊 换下来的水 请我喝了两瓶啤酒 哈哈 然后呢 聊了聊当地的风俗人情 有意思 再见了 九旋老城区的中心 五楼 然后呢 这四条街特别有意思 叫 东大街西大街 南大街北加 北大街 哈哈 东西呢 北四条街 感情大街 哈哈 两款地图 一个导航说封路 另外一个说没封 我就过来看一下 结果 不理想啊 大家自己猜吧 是那个对了没有错的 高速封了三个小时 然后呢 现在刚开 啊 上高速 大概五个小时之后 就抵达尊华 啊 我要慢一点开哈 因为 因为高速 因为有雪 造成交通事故的 这个北方人看的太多了 哦靠 不能又封了吧 肯定不能 我的运气 不能这么差 哈哈 只有大挂车让走 小车不让走 我要走国道去的话 大概要八个小时 要比高速慢一倍啊 啊 现在是中午了 我先吃个饭吧 然后走国道去 可能要 摊一点黑感夜路了 下午三点 高速重新开放 啊 应该是洒出雪剂了 路面已经开始化了 然后 开车一样小心点啊 啊 应该是晚上五个小时 再加上慢一点的话 六个小时 九点多 十点到温华 来吧兄弟们 旅行第一站抵达